字幕志愿者 李光明 早晨 大香港早晨 这个《勇抱大香港主义》的早晨节目 来到第二节 那看一下节目有没有出到街 大家给一点反应 还有交咪给陈秀慧 你讲的 多谢 多謝大家課金祝福 你有2,375元 是啊 我看到你們還可以課我的課金連結在那裡 多謝了 我幾月課生日有課金連結 又昨晚創作團開始已經有了 太好了 多謝大家 我看到了 我有在樓下聽節目 是啊 交回給你們了 多謝了 繼續課 大家繼續課 聲音OK 是嗎? 聲音OK 是嗎? 喂 那就... 想說說這一節想說什麼呢? 這一節想說說 大家聽到嘛 繼續課金賀陳秀慧生日 這是今天最重要的任務 重點任務 這一節說什麼呢? 這一節是美國正式簽署了一個法案 就是抖音需要強制出售 所謂的法案就需要剝離字節跳動 但其實我也不知道執行是怎樣 因為嚴格來說就是TikTok TikTok嚴格來說其實本身是另一家公司的 你說他本身有連繫還是有連繫 但是他現在... 免牌上已經是另一家公司 但是他現在美國的法案說不行 他就說你現在一定要賣了 給他半年時間 參眾兩院都通過了 接著拜登也簽署了法案 就有半年時間 半年時間就給TikTok 一定要所謂出售 就是剝離母公司 那他官方就說其實本身已經沒有連繫了 那你如果要進一步剝離 一定要逼他轉手一次 就是逼他賣出去 那你要逼他賣出去 那問題就是... 那他原本那個公司 然後就說... 就是這個TikTok的公司 他原本那個CEO是新加坡人 又被他傳召過去聽證會了 就不斷地追問他你是不是中國人 你是不是跟中共... 就是中國共產黨有連繫 那別人說了不是 好了... 那你... 那是不是一定要賣... 但是因為他是亞洲人 他也是一個華人 那是不是一定要賣給白人呢? 還是黑人呢? 這樣... 那你怎樣才能夠判定他是... 你可以想像就是... 如果TikTok他要處理的 那他就開一間公司轉手賣掉 這樣... 但是現在你要賣... OK 你要賣... 到底怎樣執行這件事 怎樣執行才能夠叫做... 美國滿意 還有執不執行到 首先會不會執行 執不執行到 陳秀惠說美國可以簽這樣的法案 就太瘋了 那其實就不瘋了 其實你簡單單單說禁了就行了 等於...也不是說什麼 就等於中國都禁了 中國都禁了Facebook Twitter 剛剛連Flash都禁了 這樣... 原來之前是沒有禁的 他剛剛有一個新聞出來說 中國大陸現在禁了Flash 原來之前是禁了Flash 我也不知道 Anyway... 中國是有防火牆的 等於美國也有而已 這樣... 沒什麼... 大家各有各的網絡世界隔閒 這樣... 但是中國的問題就是... 你對於... 你現在雖知道社交媒體的世界是大陸領先的 你按TikTok 你按了TikTok 他說... 他還有小紅書 他除了小紅書 還有西瓜視頻 他除了西瓜視頻 還有... 還有微信 還有很多... 還有... 淋淋種種 現在越來越多各樣的東西 這樣... 好了... 那... 大問題就是... 他會怎樣呢? 其實... 你說要這些社交媒體的... 或者SNS的器具 中國大量啦 他現在領先了 但是... 好了... 我們只要在TikTok上面 那TikTok何去何從呢? 首先... TikTok在國際的佔有率現在是第一 現在是世界第一的社交媒體平台 或者影音分享平台 TikTok就是全球第一 TikTok也是... 全球網紅的主要經營渠道 那你現在做網紅 你... IG... Fast暫時還沒有一個盈利的空間 那你... 基本的認知度 Twitter、IG 作為你基本的一個認知渠道 但是最主要會到不同的新觀眾 然後去收到盈利的 都是YouTube、TikTok TikTok的散播力就強很多 而且TikTok不單止是網紅的主要器具 TikTok是音樂產業的一個主要器具 你現在推歌在哪裡推? 推歌不推YouTube的了 不是說不推 推歌也推YouTube 但是推歌主打是推TikTok的 TikTok的散播力是最強的 譬如最近 當然有很大的灌水成分 如果大家有留意韓國娛樂的發生的話 其實是因為Hybee內亂 Hybee內亂 Hybee是特意推對Elite出來打LiuGens 初初不知道為何Elite冒起得那麼快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Mathletic 為何會這麼... 熱得那麼厲害 很重要 而且現在證實了那個戀童元素 是故意加進去的 如果不是 其實是為了Mick Lloyd 故意加進去的 那件事是針對著LiuGens來打的 因為他們公司內斂 但是Mathletic為何 Mathletic那首歌一定是灌水 但是灌水主要為何灌得那麼快 跟TikTok很大關係 因為最主要就是洗腦歌 洗腦歌要達至洗腦的效果 最主要的渠道 K-pop K-pop或者J-pop都是 雖然J現在不POP 但是現在最主要就是要走洗腦路線 而要發揮洗腦效果就是靠TikTok TikTok是最快可以散播到這個效果出去的 好了 如果美國未來沒有TikTok TikTok那件事 當然它那個政治角度 它那個文化的爭戰角度 它有很重要的元素 但是現在TikTok本身是一個很重要的商業體系 它連繫了很多娛樂事業的體系 它是娛樂事業的一個體系 也就是說那一塊是很大的一塊 好了 假設現在要賣 它影響很多的網紅產業、直播產業 乃至於音樂產業 它對音樂產業的影響是很巨大的 如果你問音樂廠牌 你問做歌的廠商 TikTok更重要還是Spotify更重要 當然是TikTok TikTok更重要很多 Spotify是入侵他們的一個系統 TikTok是幫他們打過的一個系統 也就是說它牽涉了很多的娛樂產能 重要就是大陸已經出現了微短劇的市場 就是在大陸的抖音和大陸的短視頻 微短劇的市場就出現了 在歐美和其他亞洲地區的TikTok 就未出現 未有這樣的 未成熟 未開始有這樣的 微短劇市場 但是其實你給它多一點時間 它就會引育出來 它慢慢就會有這個市場 它也是另一個有商業價值的板塊 而是連繫著TikTok的 好了 也就是說 就是說TikTok這個器具 如果你看大陸的抖音發展 就是說它不是已經飽和的一件事 它本身網紅產業 直播產業 以及音樂產業 已經是連繫著這個apps 它未來還會有微短劇的產業 而你看大陸已經是發展了出來的 就是說那個板塊是有錢的 而都是在用同一個平台的 它只不過是這個平台的大陸版和國際版 而國際版是會參考大陸正在發生的事情 就是說它本身已經是連繫著很多的 上千億計的娛樂產業 然後還有未來的 繼續開發其他方面的娛樂產業的空間 好了 一個這樣的東西 你要賣 賣多少錢呢? 賣給誰呢? 這是一個很巨大的問題 你要賣 現在美國立例 它要賣 它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就是 TikTok全面撤出美國市場 不是沒有這樣的可能 有這樣的可能 它就全面撤出 它就全面撤出 它可能會對美國現在的 這個是對美國最好的狀況來的 它可能會對美國現在的 這個是對美國最好的狀況來的 這公司來說金 acuerdo 對於Google 對於Twitter 對於IG 對於FB 他們當然可以有利 那他就等于你禁止了他 他就以后可以照抄抄音的东西 名正元顺照抄抄音的东西 然后在美国做 又在美国没有双类的对手 Facebook的对手就剩下Chitter Chitter的对手就剩下Facebook 那么很多没有TikTok做他们的对手 这是对美国最好的 但是美国又不想做一样这样的事情 也因为这个对美国是最好的 所以相信TikTok尽量不会这么做 因为如果TikTok自己离开了整个美国的市场的话 你变成你对于美国的社交媒体的公司太好处了 好了,那么他尽量想卖 他一定是希望维系着影响力来卖 所以因为不希望美国的社交媒体公司过得太轻松 我觉得TikTok是不会轻易说 你这样我不做美国市场 我觉得他不会 我觉得他不会 我觉得他也希望在股份的持份上做手脚 让他可以继续在美国经营 那么你这样才会顶住他 你这样才可以最主要一定要 你撤出欧洲,撤出法国也无所谓 撤出美国的话 你对META,对X这些令他们太轻松了 他不想的 好了,尽量留在美国本土 撤住他,那就要卖了 好了,卖,你怎样才叫卖得 令到美国佬觉得满意呢 这个技巧 怎样呢 你卖给谁他都说你是和中国有联系的 你怎样卖他说你要和自治跳动脱离的关系 怎样卖才叫做和自治跳动脱离的关系呢 要通过他美国的计划 而且没有道理可言的 又不是发规的,他现在国会就觉得 我觉得他有联系,我估计他有联系 这样就不能了,那怎样呢 怎样卖呢 在TikTok的角度,或者站在中国的角度 就当然想我再开一间公司 我再开一间公司 然后左手交右手 但是他如果不会让你这样做的话 他就不用弄一条这样的法案 好了,你这样不行 那卖给什么公司呢 如果你真的要卖 买不买得起呢 什么作价你才肯卖呢 还有会不会是你 卖了之后,譬如美国那样 又反过来从美国角度去看 他真的卖掉了 喂,这是市场交易 当那件事 他到了今时今日 如果他卖得贵的话 即使你计算那个 如果你计算那个 他潜在的未来的商业价值的话 还要包括他的政治价值 真的卖掉他的话是天价 买不买得起呢 好了 如果他买得起的话,买得便宜 买得便宜是一个什么部署呢 买得便宜就是什么 买得便宜就是,或者叫做买得不是很昂贵 其实买得便宜就是预计日后会买回 那件事就是说,你一定要我卖给艾芬 我卖给艾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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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你卖给,白人我都不相信 白人的忠诚度都不够高 我一定要你卖给黑人 你凭什么,你凭什么觉得那个黑人不是港西来的呢 港西多多黑人 好了,你说卖给白人 上海也有很多白人 你以为白人有忠诚度吗 你就是,你现在就是 譬如你之前那个听证会就是针对着那个TikTok CEO 你说,喂 你是华人来的,你是中国人来的 你以为白人就可信吗 你以为黑人白人就可信吗 你觉得我们 你觉得我们 中华文化四千年,我们没有黑人 你说我们没有黑人 你以为我们中国人只是黄皮肤黑头发 我们黑皮肤黄头发都可以 你到底,我们有包拯 我们开封本身就有黑人了 我们可以开封黑人 你说我们中国没有黑人 看小我们天朝大国 对不对 喂 喂,我们这些 我们 就是你 就是你说 你说现在叫做那个脱离方案 好像很霸道那样 但问题就是 你怎样防范它最后的股权 是受中国影响的呢 我觉得 我不认为有 我不认为有 所以我觉得 就是在那个 在那个 这个这样的脱离法案底下 如果它要么就全面禁 你一有蛛丝马迹 就认为 这些这样的 任何 任何的 这些这样的社交平台 资讯平台 是跟中国有联系 你认为那件事是有一个 文化入侵 或者有一个政治目的的 而我再说一次 TikTok本身就已经是 中国以外的公司 它本身已经做了这种手段 但是你有怀疑 你认为是大陆的 你就禁止了它 你如果只是用这些脱离方案 我觉得你没可能杜绝 中国的影响 左手交右手 右手 左手交右手不行 就是右手再交左手 如果右手交左手 左手交右手也不行的 就交到左脚里 左脚又交到右脚 右脚又传上去 又大脚传中 又上去左手里 你怎样追求呢 去到最后就是你觉得而已 当你的法例用你觉得 我觉得那件事 别人已经明明是德国开的公司了 德国开的公司 法国来的资金 澳洲出世的CEO 你都认为那个是跟中国有联系 那就任你说的了 去到任你说的时候 你就会让美国变成一个做不到生意的地方 你就会让人觉得 我怎么投资在美国 如果你觉得跟中国有联系 你就这样 因为你最后只能禁止而已 你最后如果左手交右手 右手交左手 你是没办法阻碍他的所谓 中国联系中国影响的 他总有办法去隐瞒资金链 又或者就算他隐瞒不了 但是 在黑白纸黑字上面 他总有办法是令到没有确实的联系 但是你觉得底里有联系 底里有联系这些是任何的 而到最后你就唯有禁止了 但是那个已经不是中国公司 你只要禁止了 那你是凭什么禁止了 凭我们 悲传国家安全 他最后一定会发展到这样的 因为如果你纯粹说 那个股权持有 资金链 蛇有蛇路而已 但是如果你说不是的 我一定要杜绝这些 在 所谓的 国家安全 资讯安全 那些这样的东西 你要这样去做 你唯有就 我觉得有联系就禁止了 你一去到这个位置的话 你整个营商环境就破坏了 你整个投资环境就破坏了 还有你整个民主的招牌 就已经破坏了 所以这件事 虽然美国就很离谱 好像针对着TikTok而来 但是最后吃虧的一定是美国 最后吃虧的一定是美国 你无论如何 你首先你如果真的要禁止 你对他的影响又大 但是 短期影响在商业上影响又大 长时间做你对他那个长远的 整个商业经营环境的影响都是大 所以我觉得是 你说对TikTok影响大不大 大 但是就不及对美国影响大 所以就 还有半年时间看他怎样发展 他无论如何都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不是对TikTok的麻烦 也不是对中国的麻烦 是对美国的麻烦 尤其是你 你以后就很横盲霸道一来就禁止了他 如果你要做野蛮东西就快刀斩乱马 但是你慢慢拖 你越拖就越厌门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对美国的麻烦大 你说对TikTok这样 只要一鸡死一鸡鸣而已 TikTok不流行 中国还有其他 还有小红书啊 西瓜啊 还有 还有Shein那些 很多东西 他一浪接一浪 但是最多都是影响一间公司的 但是对美国来说影响的不是一间公司 对美国来说影响的是他的整个自由的营商环境 以及他那个民主的招牌 这个就 以七商权来算 中国最多牺牲一个TikTok 就损害到你的民主招牌 划算了 这点是好处 就是这样 喂 我们这一节就差不多了 看看有些新货金 现在节目即时货金总额 主要就是陈秀慧生日货金 主要是陈秀慧生日货金 节目即时货金总额就有3175 陈秀慧有2475 我也有700元 应该叫我上香 100元就是皇后生日快乐 有蛋糕有礼物 100元就是Happy Birthday 然后有100元就是皇后生日快乐 整皮佬上的 然后有100元就是皇后生日快乐 又有蛋糕的 有100元就是皇后生日快乐 还有250元都是皇后生日快乐 还有425元都是皇后生日快乐 就败哥顿的 谢谢 有1000元就是祝秀慧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事事顺利 热血时报 加西分布 很厉害 很厉害的加西分布 300元就是皇后生日快乐 接着就货给我了 有500元就叫我代参拜 求神明保佑 未来几个月工作顺利 黑勤小物感谢 好 待会帮你神社 参拜 接着有人就验身发现血压高 加上下个星期翻身工有些坦的就整皮佬的 我帮你去祈福 接着有位朋友就亲人因为意外入院一个月就叫我上香祈求早日康复 一会帮你去参拜 那我们这节就到这里先 休息一休息一会回来继续买个广告 看完节目 记得like comment和share我们的channel 收看最强频道 订阅热血时报